第181章 明寿 在另一个时空中 海瑞去世时截然一身 便是这位王用吉收敛了海瑞的遗体 然后千里扶冠将他送回海南安葬 这是一位能够托付生死的君子 而且会在明年中进士 赵浩当然是要替父亲结识一番了 海大人曾在福建任教育 明寿兄莫非是受过他的教诲 赵浩早已经习惯了忽略掉混乱的人物关系 与旁人皆是称兄道弟的 当初海公在南平任教 在下是晋江人士 无福聆听海公的教诲 王用吉自明寿 生得呀面皮白净 温文尔雅 魂不像是能无脑追星的那种人 不过在下听了许多海公的事迹 尤其是他的治安书 我都可以到位如流 在下立志做个海公那样的人 所以想见他一面 向海公当面求教几个问题 唉 只可惜这一个月来 海公都不许我进门 更别说辞教了 赵世贞便是露出了一幅 我说的没错吧的神情 哎呀 这海刚风也太不尽人情了 赵首正便替王用吉明不平道 这会让视他为楷模的年轻人寒心的 在下倒不会寒心 我只是很担心 我这一个月来 发现海公的状况十分糟糕 在他的眼里看不到神采 在他的身上感觉不到生气 就像 唉 我真担心 再这样下去 他会 按说不应该呀 海大人如今殖民满天下 朝廷也要大用他 按说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才对呀 是啊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真希望能帮帮他 可海公完全拒绝与人交流 徒之奈何 赵昊文言心中一动 自己进京之后枯燥乏味的生活 似乎要平添一些乐趣了 如果要目前君子 万万不会让人下巴来台的 便是也跟着感激地笑道 若能如此 公子功德无量 我大明仅有一个海刚风 不能让他就这么消沉下去 赵昊一摆手 断然说道 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话题 问着王用吉道 明寿兄在近江 去离岳岗不远吧 可以说很近了 那里是九龙江的出海口 距离我们只有几十里 公子要问开海的事情吧 是啊 我家也有一些本钱 想看看能不能寻到一些商机呢 赵昊点点头 福建那边的事情 他在南京市道听途说了不少 但都不如听当地人说说 来得真切 嗯 这次朝廷只开了越岗一处港口 见王用吉向自己投来的询问的目光 赵守正忙是配合赵昊说道 想必你们福建的海商 偷乐开花了吧 朝廷只开放越岗一处不假 可说福建海商乐开花 那可未必 王用吉啊 已年进不获了 自然是不会像一般的书呆子那样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便是微笑答道 其实不难理解 赵宁雄既然知道福建海商的存在 那他们在开海之前 靠什么维持生计呢 哦 你是说 反思 嗯 如今开海之后 还要给朝廷瞌睡 而且算贩货物被严格限制 远不如海进前来的自在 听说之前 福建广东和江浙的海上 使出浑身解数 都不想朝廷在自己的地盘开海 最后 因为广东太远 朝廷担心变长莫及 江浙在朝中有人说话 也逃了过去 最后 这开海的刀子 便砍在了没有后台的福建人身上啊 竟然是这样 赵首正和阿尔阳听得目瞪口呆 但玄机一响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朝廷在哪里开海 就会加强对哪里的管理 就好比越岗 原先只是一个自发行程的走私岗 但朝廷呢 已经将越岗改为了海城县 并且设立全套文武班子 来负责开海事宜 事关税响 福建水师也会瞪大眼睛 加强巡查 对海商们来说呀 哪有当初只打点一下水师将领 便可以肃无忌惮地 饭司来得自赞 这时 厨子端上饭来 赵锦今日依然没有空回家吃饭 既然王童年都打了包票了 那他当然是要抓紧时间 把光禄斯的事情说好尾 以免倒是措手不及 赵浩父子盛情留饭 王永吉也只好确知不公了 饭桌上 除了赵浩和赵世珍 都是要参加会师的举子 这话题自然是不会在开海上 停留许久 很快便又转回举子们自身 王永吉也听说了 男直立的举子 大量被盗 不由得十分同情他 那些毛贼 怕是以为 男直立的举子都有闲 所以才赚见 你们的同乡下手 赵浩却是不认同 他这个观点 浙江的举子 也是一样的富裕啊 怎么不见他们遭窃啊 他总感觉这件事情 似乎与进京时的遭遇有关 自从听父亲说起 一同进京的举子纷纷被盗 赵浩就不由想起 那个被一群人追赶的骑士 还有那些打着应天府旗号 盘查入京车马的紧装汉子 那一天的事情啊 处处透着不寻常 应天举子们的遭遇 会不会便是那日的后续呢 这样一想 赵浩的心里面咯噔一声 安道 不能因为住在赵景家里面 就放松警惕啊 要让高五他们加强戒备 以防万一 对了 你今天去武府城府上 可听到什么进展呢 只听赵守正问他道 没那么快 年前都大忙忙的 这也不好催人家 赵浩摇摇头 把猜测埋在了心里 尽量不影响到考生的心理状态 好吧 这次进京就如此不顺 我和众童年约好了 改日要去白云馆 烧香祈福 你们去不去 赵浩摇摇头 他对烧香拜佛素来是没什么兴趣的 有那时间 还不如去调戏一下 海刚风来的实在 王武阳和华书阳 自从在羽花台上了那一刻之后 就不信神佛了 自然是也跟着摇头 还每其名曰 要在家侍奉师父 王用吉是福建举子 没事自然是不好 跟应天举子扎堆的 便是也婉拒了 赵守正只好是撇撇嘴道 那我自己和他们去 与此同时 外城安华寺禅房当中 大麻子柴总管正黑着脸 听着手下禀报搜查的进展 总管 那是三十名举子的住处 咱们的人已经搜了二十六个 还是没找到那东西 还有四个呢 为什么不一起搜换 再来禀报 那四人都有些棘手 其中三个住在光落青家中 还有个姓吴的 是顺天府城的侄子 住在吴府城家里 怎么不敢乱来啊 那手下说着 看了一眼柴总管身边 那个穿着便服的男子 那男子啊 正是那日 在城外设卡的顺天府推官 文言一阵头大道 确实棘手啊 棘手也得给我找 找不到东西 大家一个都跑不了 那个推官暗叫倒霉 只好是耐着性子劝道 我知道你的手下本领高强 他们关宅的防范 多严都没有用 可这些三四品大员家里 一旦失窃 必会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我们少府 前番已经关注到 举子被盗了 若是此番 住在他家的侄子都被盗了 吴少府肯定会将 两件事联系起来 他可不是好糊弄的 到时候 只怕会让他发现 咱们的事情啊 再者啊 这些天过去了 那东西也没有泄露出来吗 说明东西可能不在他们那里 或者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东西的存在 咱们贸然打草惊蛇 只怕反而会暴露的 嗯 成吧 吴府以那边先不动 集中盯着光露青家里 瞅准机会再下手 好 只要不去惹他的顶头上色 那推官就没有那么慌了 便是点点头 没有反对 一日 恰逢冬至 官员休目 说起来啊 本朝官员的福利待遇之产 可谓是历朝历代之罪了 不提着俸禄啊 只说休假 最初在这工作狂朱元璋手下 官员们一年只有三天的法定假日 元旦 冬至 和他老人家的生日 后来啊 朱棣看不过去了 下令将冬至的假期延长到三天 上元节 再放十天 他孙子朱瞻基呢 又把元旦假期延长到了五天 再加上当朝皇帝的寿臣 这十九天 便是大明官员的全部法定假日 忙碌了一东的金官们 好容易盼来了这三天假 都是抓紧时间呼朋饮办 艳影会友 好好地放松一下 海瑞家的大门 却依然紧闭 眼见今天海大人不会出门了 那些苦苦守在门外的拥躲 正待泱泱散去 却见一个锦衣少年 一依然地走了过来 就像是串门似的 敲响了海瑞家紧闭的大门 赵公子没用的 不会让你进去的 王用吉也在人群当中 自然是认出了那个少年 叹气说道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说是敲门有用 他们又何必整日在门外苦候呢 这时 海瑞家大门开了一条缝 那老仆露出了半张脸来 打量着赵浩说道 这位公子有何贵干啊 若只是想要拜见我家老爷 还是请回吧 我家老爷不见客 我不是来拜见你家老爷的 我是来给你家老爷 瞧病的大夫 门外众人听了 不禁虚声四起 他们昨天还看着海青天 身子骨好好的 哪有什么病呢 公子不要开玩笑 那老婆也是拉下了脸来 想要关上门 可高五已经先一步 手按着两扇门板 那老仆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关不上 赵浩这才不慌不忙地 从袖中掏出了一张纸来 递给了老仆说道 这是你家老爷的症状 不妨拿给他瞧瞧 看看本公子说错了没 老仆关不上门 也只好松开手 接过那张稿纸扫一眼 他不由愣在那里 好一会儿 那老仆才在赵浩的催促下 如梦方醒 赶紧转身进去 门外众人这才相信 赵浩是真有两把刷子 不由地站住脚 满心忐忑地 等待着后续 他们虽然并非各个都像 王永吉那样敏锐 但见那个老仆的反应 都不由地担心起 这海大人是不是真的病了 又过了好一阵 老仆这才去而复返 将院门敞开倒 这位公子 我家老爷有请 赵浩点点头 对着高五笑道 你守在这里 不用跟进去了 高五点点头 带赵浩跟老仆进去 他便是如门神一般地 挡在了海瑞家门口 其实赵浩是多虑了 外头这些 都是真心仰慕海瑞的民众 并无擅闯民宅的私生犯 他们现在以为海瑞真病了 只会在外头 诚心诚意地 祈祷海大人早日康复 又怎么会闯进去 打扰治疗呢 赵浩进门后 建里头竟然只是 一个小小的三合院 与自家在蔡家巷的 旧居规置相仿 但大小只有自家的一半 而且也不周整 再仔细一瞧啊 这才发现 原来这是用围墙 将这一座完整的 一进四合院 分隔成了左右两家 怪不得会这么别扭呢 见他望向那道兔的围墙 老婆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解释了一句说道 这大理寺观赦紧张 只能如此 不然我家老爷 可住不起这春松胡同 赵浩点点头表示理解 便是跟着老婆进了堂屋 堂屋里拉着窗帘 也没有生炉子 黑曲曲的 如同是冰窖一般 赵浩一进去 不禁打了个寒颤 感觉这里头啊 比外头还冷呢 但是更冷的 是海瑞望过来的眼神 赵浩只见 他端坐在了椅子上 手里面攥着那张纸 正定定地看着自己呢 那一刻赵浩终于知道 这世上真的有 可以杀人的母国 他竟然有一种 要转身逃走的冲动 第183章 大明病人 只是如今呢 还没人能够定义这种病 要到400年后 他才有一个名字 叫做 创伤后应激障碍 赵浩曾经看过一篇 显得淡疼的医学研究 说海瑞啊 很可能在 家境45年的 一系列变故中 患上了严重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因为他上书后 家境皇帝便一病不起 直至驾崩 这让他感觉先帝之死 自己难辞其咎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几乎同时 他的两个儿子 也在惊吓中相 那太好了 你可敢与我 坦诚交谈一番 我发誓 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发自真心 毫无交视的肺腑之眼 本官为何要跟你这个 黄口小耳朵 废口舌 哼 本官 从不说假话 好 这是你说的 绍号选择性地忽略掉了 海瑞的前一句 牢牢地抓到他后半巨岛 那就让咱们开始这段 开诚不公的谈话吧 谁要跟你谈话 海瑞憋过头 却没有让人把他撵出去 海公之急 病根还是在内道 治安书上 赵浩在堂中站住脚 此时他和海瑞的距离 大概是四尺左右 这已经是社交距离的极限了 在这个位置上 足以对海瑞造成压迫感 却又不至于让他产生明显的心理排斥 海瑞紧皱的眉头反问道 治安书 有什么问题 世人都说你伤治安书 光荣无限 但你却为此而感到深深自责 胡说 本官尚书是未明请命 治军姚顺 既然做了 就不会后悔 在下诏狱最后一天 狱族张罗着韭菜前你吃饭 你为何在听说先帝驾崩之后 会把吃下去的饭才都吐掉 直到哭得昏厥过去 赵浩淡淡一笑 信说 果然君子可以欺之以防 如果这个世界上 都是海瑞这样的君子 那自己就无敌了呀 听到君父驾崩 难道 我不该悲伤吧 海瑞粗重的呼吸变得混乱起来 额头的青筋也渐渐消退 你哭就哭 干嘛还把吃下去的饭菜都吐出来 赵浩面上露出那种 我已看穿你的可恶神情 直视着海瑞 不让他目光闪躲 你那时的反应 根本不是因为悲痛 而是听狱卒恭喜你 即将无罪开示 官赴原职吧 先帝居然没有杀你 还在遗诏当中赦免了你 你敢说自己丝毫没有感到自责 我 我 当然会自责 而出狱之后 得知忠敌 忠亮两位公子 在你坐牢期间相继伤势 更是让你这份自责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让你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因为自己骂死了先帝 所以招来的天谴 收走了你示弱性命的两个儿子 赵浩又踏进了一步 侵入到了海瑞心理上的安全距离 海瑞对此却毫无反应 只是呆呆地听着赵浩的断言 忽然 他感觉面颊发凉 茫然地伸手一摸 居然是久违的泪水 从自己深陷的眼窝中躺下 第184章 道飞为一 大道万千 暗示中 海瑞恍然惊觉 自己居然被这个少年 给说得流下了泪来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他赶紧伸手抹掉泪珠 阴沉着脸道 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是天谴的话 中底中两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 怎么会相继死于非命啊 当然不是这样啊 赵浩死死地盯着海瑞的双眼 仿佛要将自己的意志 刻印在他脑海中一样 因为这世上 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然交感 根本就没有什么天意 更不存在所谓的天谦 两位公子之死 只是意外和疾病而已 赵浩这个说法啊 实在是离经叛道 耸人听闻 但不可否认 却是最能让海瑞的心底 感到解脱的说法 而人的心里啊 总是在无意识地追求着解脱 可与此同时 这说法又严重地挑战了海瑞的信仰 上这位老斗士登时一扫之前的腿躺软弱 猛地一拍桌子质问赵浩道 你这后审休要可无责言 照你这样说 将天道置于何处 蜀不闻 天地不仁 以万物除狗狐 天道者 世间万物变化的规律 是客观的 自然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会因为不遵守自然的规律 受到天道的惩罚 但只要你的行为没有干涉到自然 哪怕你在人间杀人营野 弑君篡位 也不会遭到天罚的 你是道家的信徒 但我儒家不这样看 我们认为是有天人感应存在的 在我们看来 天和人同类相通 相互感应 天能干预人事 人亦能感应上天 如果君王无道 坚定乱国 上天就会出现灾疫 进行谴责和警告 如果正通人和 君明成贤 上天就会降下祥瑞 以鼓励 那不过是董仲书之流 篡改阴阳家的学说 取悦皇帝的歪理而已 在他之前 可从未有儒家先贤提到过 什么天人感应 紫月 帮大汉 无奈施诸行与德护 又劝国君 正行与德 以誓上天 这世上 能把海瑞变倒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便听他轻蔑一笑道 哼 这不正是天人感应的滥伤所在 你要考虑孔子说的这些话的语境 他是对什么人说的 自然是国君了 那不就结了吗 孔夫子周游列国 为的是让那些国君 接受自己的主张 可国君不知敬畏 不用老天爷把他们吓住 他们怎么可能去听老夫子说教呢 但其实 他私下里面对子贡说 天河炎灾 四时行严 百物生严 天河炎灾 可见夫子自己 其实是不信那一套的 海瑞不由一个愣者 他自然知道赵昊所引用的 乃是论语中的原话 但他不敢轻易地辩驳圣人之言 只是连连白手道 不 你说的不对 不然 千百年来 无数独顺人 好手穷尽 苦苦求道 还有什么意义 难道读圣仙书 不是为了当官吗 赵昊抖了个机灵 趁着海瑞还没有发怒 这赶紧神情一速道 求道当然有意义 但这个世上 没有万法皈依的统一的道 而是天地人间 各有其不同的规律 不同的道 你可以从人世间的复杂现象中 归纳总结出人世间的道理 也可以从天地自然的复杂现象中 总结出自然的道来 但这完全是两回事 不可以把二者合在一起 盲目强求为一 不要盲目强求为一 海瑞眼眸当中闪过了一丝光芒 赵昊这话呀 算是说到他和天下读书人的痛处上了 汉如先贤告诉他们 这世上是存在唯一真理的 这个唯一的真理 是世间最根本的法则 并是所谓的理 只要悟出了那个唯一的理 就可以明了世间所有的一切 这份诱惑实在太大了 大到让这世间一切都失去了魅力 千年以来 无数读书人前仆后继 就是为了寻找那个唯一 但这道题实在是太难了 大家无头苍蝇式的苦苦求索 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来 反倒是不少人因此而疯掉 后来朱喜横空出世 为儒师们指出了格物穷里的金光大道 城主理学的另一位大佬 城仪 亦给出了具体解释说 今日格一物 明日又格一物 豁然贯通 终之天理 这下 天下的读书人有了明确的道路 不再像无头苍蝇式的乱窜 可他们按照朱老师和程老师的指导 年复一年隔来隔去 却怎么也格不出那个唯一的理来 于是他们又陷入到了死胡同当中 怎么也走不出来 直到横空出世的王阳明 大声告诉读书人 根本不用那么麻烦 大家苦苦追寻的那个理啊 就在所有人心中 只要你为善去恶 就是格物 然后你凭这点良知 知行合一 便足以知道自己的一生了 这才使得许许多多的读书人 终于是挣脱了理学的枷锁 走出求道的死胡同 心灵得到解放 成为了阳明心学的信徒 但依然有许许多多的 如海瑞般的理学之士 认为阳明心学是在壁中就轻 回避了求道的艰难 因此始终嗤之以鼻 于是啊 他们继续在死胡同里面 继续苦苦求索 但谁也无法否认 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求索 是一种折磨 一种煎熬 不然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读书人 转头心血的怀抱 不要盲目强求唯一 海瑞低声重复一遍 赵浩这番话 提出了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观点 如果这个世上 根本没有万法皈依的理 而是同时存在很多互不相通 互不干涉的道呢 不管认为这个观点如何荒谬 海瑞都不得不承认 赵浩在心血之外 又提出了一个 让天下读书人可以喘口气 不用在死胡同里面 跟自己较劲的理论 但是这一点贡献 海瑞就绝不会再把赵浩 当成是一个无知少年 而是将他看作成了 王守人那般 学识渊博 可创一家之言的大儒来对待了 对海刚风这样的老斗士来说呀 人生当中再也没有比遇到这样的对手 更让他快意的事了 海瑞只觉得久违的战斗精神 从心底喷勃而出 他感觉自己又重新斗志昂扬了起来 摩拳擦掌 要将这个少年博的心服口服 于是 两人便是各持一端 就道是否唯一 天人交感到底是不是 孔子的主张 等观点来激烈地辩论起来 结果 一直到天黑 也没分出个胜负来 第185章 不可轻易招惹海斗士 安博 快掌灯 我要与这小子挑灯夜战 别看海瑞一把年纪 可是真战斗起来吧 三个赵号绑在一起 也没他一个人的精力重培 海安已经不知多久 没见过自家老爷如此斗志高昂了 心里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赶忙将油灯点亮 赵号却是摆了摆手 有气无力地嘶声道 休战吧 说不出话来了 你这后生 怎么如此吃不得苦 海瑞正在兴头上呢 哪能轻易放人呢 老夫五十多岁的人 都没含泪呢 海大人此言差异 家师正在长身体呢 赵号还没开口呢 一旁就有人替他说话了 赵号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 见是王武阳和画书阳 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 两人还各拿出了一个小本 在飞速地做着记录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赵号奇怪地问道 师父批董仲书的时候 王武阳将最后的一句话记完 合上小本 我俩担心师父会吃亏 想要进来帮忙 就听到您约海公的辩论 是吗 赵号文言一阵苦笑 跟海瑞这一战 调动了自己全部的心神 还真是误我两望了呢 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身为弟子 当然是要把师父如此重要的辩论记录下来 不然将来出本门转席录时 肯定会有遗漏的地方的 画书阳也记完了自己的部分 好吧 赵号砸砸嘴 心说 这俩小子 这想得可真够远的呀 我自己都没有想过这场啊 海瑞倒是早看见这俩人了 但是见他们并没有捣乱的意思 只是在安静地坐着记录 他便也没有出声呵斥 看着赵号精疲力尽的样子 知道这小子今日确实没法再战了 他这才一犹未尽地放人道 好吧 那就明日再战 好说好说 赵号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感觉脑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明天我在家里等你 不见不散 看着赵号离去的背影 海瑞高声道 我知道你家在隔壁 要是尘尸不来 我会去找你的 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走路都目不斜视的吗 赵号险些被门槛给绊倒 心中哀鸣道 我去 笨公子会不会被海公给活活累死啊 等他从海瑞府上出来 这民众基本散去了 但是那个王永吉居然还在 你不冷不饿不累吗 赵号有气无力地问道 我见到公子 听公子说说海公的情况 我回去也无法安生 王永吉啊 当然是又冷又饿又累的 他是一个福建人 在这冰天雪地里面 沾了大半天了 杂着冻得鼻涕老长 说到后来啊 都快要哭出声来了 谁知道公子 居然天黑才出来呀 成 是我的不是 到家里暖和暖和再说吧 回到家 拖鞋上炕 让自己像个咸鱼一样的平躺 在暖哄哄的火炕上 赵号这才感觉 自己重新活了过来 然后 赵号简单地 跟王永吉说了说 海瑞的情况 又留他在家里面用了晚饭 饭后 王永吉一走 赵号便是倒头呼呼大睡 弟子为他打来了洗脚水 却怎么也叫不起 自己的师父来 哎呀 那海刚风也太过分了 我儿还是个孩子 就不能收着点 这下 可把赵首证给心疼坏了 愤愤到 赶明儿不去斗嘴了 好生在家歇着 王武阳和华书阳对视了一眼 信说 明明是顶级规格的学术辩论 怎么从师祖嘴里说出来 就成斗嘴了 当然 两人是万万不敢反驳师祖的 第二天一早 赵首证便是带着方文和几个护卫 匆匆坐车出门去了 今天那是他和童年 约好去上乡的日子 赵首证要先到石刹海的应天会馆 和大伙儿会合 然后一起赶去西边门外的白云观 这不早一点出门 会误事的 父亲走后 赵昊本想是继续蒙头大睡的 可是还没等他重建周公 就听到院中 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道 赵公子可起来了 我家老爷有请 这不一会儿啊 王武阳硬着头皮进来 对着怒气冲冲的赵昊禀报道 师父 那海大人等得不耐烦了 他家老婆说 你再不过去 他就要亲自上门来请了 不去不去 赵昊用被子把头引蒙 蒙声蒙气地说道 别烦我 本公子要睡觉 王武阳只好是退出门 对着那个海岸小声道 我师父睡不够觉 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老丈还是先回去吧 有什么后果呀 会 会拿我们撒气 华叔阳打了一个寒阵 和师兄一起 将那个海岸给推了出去 海岸无奈折回 对着海瑞 禀报了隔壁的情况 这都什么时候了 海瑞看了看外头太阳已经高高升起 不又把脸一沉倒 少年人应该早睡早起 怎么能睡懒觉呢 说着 他便吩咐海岸帮自己穿戴整齐 然后推开了紧闭的院门 门外翘首以待的拥顿门呢 这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在今日以前 海瑞除了去衙门上班 其他的时间呢 都是一律闭门谢客的 他们还是头一次看到 海瑞穿着变装走出门来的 当时不少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能够明显感觉到 他们心之所欺的海青天 终于又活过来了 看到众人默默默累的这一幕 海瑞鼻头微微一酸 朝众人抱拳一意 众人赶忙攻身还礼 不少人还直接跪下给他磕头了 等到他们直起身来的时候 却已经不见了海工的身影 赵小子 人无信不利 说好了今天继续辩论 你可不能当逃兵 只听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在斜对面的光露青家院当中 响了起来 既然你不肯过去 那老夫过来和你辩论也一样 救命啊 紧接着 院中又响起了一个少年的哀鸣声 这一声啊 让这正挂着鼻涕 走在队列里面的肇事喜 暗暗一喜 心说 你这小子也有今天呢 可算是碰到对头了吧 他正幸灾乐活间呢 却冷不防地吃了高五一鞭子 他打完了好一会儿 才听高五闷声道 不许走神 世上最怕的呀 就是认真二字 赵浩拿认真至极的海瑞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好乖乖地从被窝里面爬了起来 稍事梳洗 吃点早饭 然后两人就在炕头上 一边包着花生 一边呢 继续起了昨天的辩论 赵世珍为两人端茶倒水 两个弟子继续拿着纸笔 将这场影响深远的哲学辩论 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白云冠位于京城西边门外 二里许 前朝道教领袖邱楚基 曾在此处建长春宫 统领天下道教 后来啊 其弟子尹志平在长春宫东侧建立道院 取名白云冠 元末国初 长春宫等建筑 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 只有这个白云冠留存了下来 并且作为皇家道观 不断地修缮扩建 到如今呢 已是京师最大 最有名的一家道观了 既然是皇家道观 自然是有相应的派头 普通民众只有逢年过节 才能够得以进来烧香 平时是不得入内的 昨日冬至大节是白云冠对外开放的日子 赵守正一般童年本打算昨天来烧香的 却是被赵守正给拦住了 赵守正告诉他们 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白云冠肯定是摩肩接踵 人山人海 为烧个香挤得衣衫不整 满身臭汗 实在不值得 众举子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 自然甚以为然 便听了兄长的话 赶在今日前来上香 等他们出了西遍门 过了护城河 赶到白云冠时 之间偌大的冠前广场上 满地都是香植爆竹 还有各色没来得及拆掉的帐篷梅屋 沿着广场两侧 一直架设到了护城河畔 可见呢 昨日冬至节 这里有多么的热闹 举子不禁有一些惋惜 纷纷都说 等下次白云冠开放时 一定要过来凑凑热闹 王日里十分健谈的赵守正 此时却变得出气沉默 他定定地看着白云冠外 那刁蓝玉车 四柱七楼的灰红灵星门上 洞天盛景四个雄浑的大字 久久不能自已 听说这四个字 是先帝爷御笔所提 众举子纷纷看向了 以北京通自居的赵守正 好一会儿 赵守正回过神来 缓缓点头道 不错 正是世宗肃皇帝御笔青蹄 先帝修玄崇道 给白云冠提词 自然是不奇怪的 唐鹤征笑着说道 哼 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道掌们如今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呀 原情甚严啊 施进城苦笑着 劝了唐鹤征一句 这次呀 老是口无遮拦的 和他在一起 总是让人提心吊胆 再说 朝廷查办的是方氏 又不是道士们 都差不多吧 唐鹤征洒然一笑 他父亲唐顺之 乃是扬明公杰出弟子 如今虽已先世 但朝中大佬 还是认他这个小师弟的 有这层背景在 他自然比锦小甚微的童年们 更能放得开了 好了 咱们进去吧 这时 赵首正也是彻底 收拾好了情绪 招呼着一众童年 进官道 这白云馆 是长春真人的道场 苏来最是灵验 诸位进去后 谨言善行 不要惹恼了仙长 唐鹤征知道 这后半句啊 是说给自己听的 只好是乖乖地点了点头 心说呀 我这兄长进京之后 愈发成熟稳忠起来了 莫非这北京城 望他不成 众局子便是跟着赵首正 来到了山门前 只见山门 面阔三间 单言琉璃瓦歇山顶 汉白玉雕花拱圈石门 言下讹书 赤剑白云冠 门前两侧有石诗 华镖等物 无不是彰显着 皇家道观的气味 他们自然被 枝壳道士拦住 方文闪身上前 从袖中掏出了一枚银钉 塞到了那个枝壳袖中 低声道 吴道长 还记得我吧 昨天候赏 我来打过前站 你 那个枝客端详了方文好伴上 却始终记不起 昨日见过的这人 不过他好歹还记得 昨天 剑院答应过 今日让一群橘子 进来烧香 捏了捏手中的银钉 便是给方文一个 灿烂的笑容道 怎么会不记得呢 贫道干这行 只要剑上一面 就忘不了 吴道长 你真好 这可把方文给感动坏了 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有人 能够一下就记住他的呢 枝客不由打了个寒战 心说 这人莫不是有病吧 不过看在银子的份上 他便打开了山门 引着众橘子 进了白云观 道观中香烟鸟鸟 终生悠扬 让橘子们躁动的心 不由自主地就平静下来 他们便在枝客的带领下 依次地参拜起了 灵官殿 玉皇殿 老绿堂 秋祖殿 三清阁 与四玉阁 五重正殿 还有后头的 风真殿 如仙殿 这中路七殿呢 统统都要上香 尤其是秋祖殿 和如仙殿 更是不能马虎 不仅要拜 还要捐献香指前 以求二位上仙 保佑自己能金榜连结 等到中路七殿上香之后 之客便是带着举人们 去东路殿阁 去参拜 赵首正却是趁人不注意 从秋祖殿之后的月亮门 闪身进入了道观的后院 后院里啊 居然有一座名幻 小鹏来的大花园 园内小桥游廊 亭阁眼婴 假山冰湖 白雪红梅 虽是隆冬 却依然不见仙佳情趣 一般人呢 就算是来到白云冠 上过几次香 都未必知道 有这么一处 世外桃源 当年呢 赵首正也是偶然间 才闯入这小鹏来的 今日沿着游廊 故地重游 他仿佛又回到了 那年蠢天 那时啊 桃花利乱 里花香 家人出世 伯罗长 内乡间 橘子们参拜完了 东路殿阁 知客又热情地邀请他们 去西路殿阁参拜 毕竟让香客 尽可能地多掏香油钱 是每个知客 应尽的义务 橘子们是一阵阵头大 尤其是那些遭了窃的 全靠赵首正接济的 此时啊 已是囊中羞涩 当他们想要看看 兄长什么意见时 这才发现 赵首正不见了 兄长去哪了 上茅房去了吧 不对 好长时间没见着了 橘子们 正要四下寻找的时候 呼听山门外 一声号泡响 那知客呀 蹬伸脸色一变 跺脚道 坏了 由贵客来上香了 赶紧的 他们从东门悄悄走掉 休要冲撞了贵人 他吩咐跟在身边的道童一声 便是丢下了一种橘子 急匆匆地跑掉了 诸位施主 快快请吧 小道士也是急了眼 连声催促着种橘子道 能在本罐门外放破的贵人可不多 须余就会有锦衣未来搜院 要是拿到你们 我们也要吃挂落的 可我们兄长还没来呢 举子们慌了神 他们平日里面再嚣张 这遇上了天皇贵重 还是要原形毕露 小道会让人去寻他的 他一个人目标小 就是被发现了也不打紧 总能应付过去的 小道士连推带吓唬的 好容易把一众橘子 从东门撵出了白云冠 第187章 宁安 带内之科道士狂奔出来 便见罐主 监院 各位堂主等白云冠 头头脑脑聚已到齐 在灌门口掌齐列队 恭迎贵人大家 再看那灌签广场上 贵人一丈已经浩浩荡荡 开过了灵星门 只见当先 一对穿着飞鱼服的锦衣卫 持红杖二 青道齐二 降引番二 还有几场无杖 班剑 利瓜 古朵 各二 当先引路 紧接着 是一般头戴钢插帽 身穿青植身的宦官 四个持着想结的 四个打着红钞灯笼的 两个打青方伞的 一个打着红彩画云凤伞的 四个打着青孔却圆扇的 四个打着红花扇的 簇拥着一句 性黄色的八台凤轿 一离而来 凤轿旁还跟着一对宫女 各捧着脚踏水盆水罐 符子等着用具 最后呢 又是一小队的锦衣未断后 保护着车上贵人的安全 白云罐的道士 迎来宋王爷罐了 一眼就看出 来的是大名长公主殿下 迎着罐主 要吃人的目光 支客硬着头皮上前 引导长公主的遗仗 但那些好奇账翻 金瓜剑斧在山门前 分裂两班 罗伞圆扇两边一分 把台凤轿稳稳地停在山门前 几名宫女在轿门两侧 设好行账 放下脚踏 然后挑起了轿帘 罐主 王帅重道士 隔着行账 深深作义 恭迎长公主殿下凤驾 山门外 真落可闻 众人接地下头来 不敢抬头指示 头戴朱翠 眼居官 身穿大红居衣 这外罩着 乱凤侠批的 长公主殿下 这才在两个女官的搀扶下 款款布下凤驾 隔着锦绣行账 长公主对那罐主微笑道 沈真人快快平身 本宫心血来潮 未曾提前知会 给诸位真人添麻烦了 殿下客气了 您对本罐实时招服 常有恩典 老道职仇 无以为报呢 快快里边请 长公主微微汗手 在太监宫女的簇拥下 进入白云罐 待进到罐中 行账彻去 长公主殿下 显出真容 她生着精致的鹅蛋脸 迷人的丹凤眼 美丽端庄 贵气逼人 但微微一笑的时候 面颊又显出了一对浅浅的梨屋 当时就冲淡了那份 天皇贵胄的威严 也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声一些 似乎只有这二十三四岁的花心少妇一般 实际上 长公主已经三十二岁了 她是世宗肃皇帝的第三女 当今龙庆皇帝唯一在世的妹妹 今年初刚被进封为宁安长公主 龙庆皇帝与长公主虽非一母所生 但许是同病相连 两人自幼便感情甚度 如今其余兄弟姐妹皆伤 只剩下他们兄妹二人 素来众感情的龙庆 就更是对宁安百般地照顾了 非但是将她一双子女 全部都破例封了爵位 还连她双居无所适事 就把在京城的黄庄黄殿 尽数交给她来搭理 事已说呀 这位宁安长公主乃京师第一妇婆 一点都不为过 长公主与这白云冠素有渊源 多年捐献从来不断 沈冠主怎能不尽心竭力地讨好 这位财神娘娘呢 那乡间呢 赵守正还在小鹏来呢 那小道士不是没让人来找过她 无奈啊 这小鹏来占地足有三百亩 分成三个园林 这里头啊 树木假山 亭台楼阁不计其数 端的是捉迷藏的好地方 今天把风又大 小道士喊人的声音转眼就被刮走了 结果找了一圈一无所获 只好是当她已经走掉了 等赵守正平调完了过往 沿着游浪准备出来的时候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只见一对 跨着绣春刀的锦衣卫 走进了小鹏来 两个把守住了月亮门 其余几人 分头沿着几条小径 警惕地搜寻了起来 赵守正心里面咯噔一声 他跟着父亲在京里面生活过 一看锦衣卫摆出警戒的架势 就知道有黄金国戚 要进着小鹏来 虽然他有举人的功名 但是落到锦衣卫的手里 也麻烦得很 怕是还得让老侄子出面捞人 如今 赵二爷地位看长 愈发要脸 自然不愿丢那个人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赵守正便悄悄退回了园林深处 他知道 这么大的园子 这么点人 不可能搜得过来的 那些锦衣卫不过是在打草惊蛇 然后将贵人要游览的地段 检查好了就行 他便是沿着小径使劲地往北 北面的园林里面 广直桃李樱花等树 故而是隆东时节 北园的景色最差 离着月亮门又最远 撂想 不会有人问津的 秋祖殿中 掌公主虔诚地跪在秋楚街的雕像前 默默祈祷着 沈冠柱从旁亲自共襄赞唱 侍奉着公主上香完璧 从秋祖殿出来之后 掌公主瞥了一眼 那通往小棚来的月亮门 对跟在一旁的冯冠柱 微笑道 本宫想到里头散散心 这人只管去忙你的吧 是 沈冠柱忙是功声应下 那小棚来 本就是王宫贵妻们 来上香的时候 必定要游览的一处盛景 他看到锦衣卫 早就在月亮门涉岗 知道里头 已经不会有闲杂人等 便放心地站住脚道 殿下当心风大 嗯 掌公主微微汗手 便在公额太监的簇庸下 进了那道月亮门 待殿下进去 锦衣卫便再度涉岗 不许任何人进入 在园中略坐游览 掌公主便吩咐左右道 本宫想进一进 柳尚公跟着就成 众侍从应一声 那柳尚公又下令道 你们找个避风的地方 候着 不要走远 说完 他便跟上掌公主的脚步 陪她走在 蜿蜒曲折的 超手游廊中 看着廊外 四季萧条的花园当中 空无一个人影 掌公主良久 悠悠已叹道 看来他已经离去了 柳尚公文言苦笑道 还从没界殿下 这么冲动过呢 您奉嫁一致 那些举字 肯定已经都被撵走了 是本宫考虑欠妥了 就算人在这儿 以我俩如今的身份 也不好相认的 是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切都改变了 殿下 外头风大 咱们早下回去吧 来都来了 去北原旧居 转转再说 是 柳尚公应一声 便是陪着掌公主 往距离最远的 北原行去 而此时的赵守正 正躲在北原的 玉仙亭腾中 冻得瑟瑟发道 第188章 相见不如怀念 进了花木貂蚕的北原 长公主便坠入了 回忆的漩涡 因为母亲的缘故 她从五岁起 被发落进了这里 到了十四岁 侧封公主离开 在这北原之中 幽居了整整十年 她母亲 名唤曹洛颖 是福建三明之父 曹查的爱妮 知书达理 美貌无双 被选入宫中之后 深得嘉靖皇帝的宠爱 很快进封为端妃 并诞下了皇长女 长安公主 三年后 生下了宁安 但嘉靖二十一年 大名鼎鼎的 人银宫变发生了 嘉靖皇帝 为求长生不老 在方氏的蛊惑下 大量采集十三四岁宫女的 精血 炼丹 为了保持这些宫女们的捷径 她们越是时不得进食 只能像残宝宝一样 吃一点桑叶 喝点露水 谁敢违背 立即处死 宫女们苦不堪言 忍无可忍 终于在一个叫杨金英的女孩 带领下 十多人一起潜入皇帝 当晚下榻的义昆宫 趁其熟睡的时候 掐住了嘉靖的脖子 嘉靖从梦中惊醒 刚要出声喊叫 却是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嘴 宫女们控制住皇帝 将皇陵抹布蒙在她的脸上 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套 把嘉靖皇帝的脖子套住 然后一起用力拉扯 十分可惜的是 这宫女们慌乱间 居然把绳子打了个死结 结果怎么也勒不死她 这宫女们急了 又拔下了自己的头钗 三子 朝着嘉靖身上一阵的乱捅 把皇帝给扎成了一个血葫芦 这时 侍寝的曹端飞和王宁贫吓得尖叫起来 这终于是惊动了外头的太监和护卫 拿下了行凶的宫女们 等到芳皇后闻讯赶来 嘉靖已经成了有进气没出气的血人了 她赶忙是一面命太医抢救 一面命人严刑拷打这些宫女 虽然审讯结果是曹端飞毫不知情 但是芳皇后素来嫉妒她 焦房专宠 一口咬定 皇帝在端飞处过夜 她必然知情 然后趁着皇帝昏迷不醒 便是下令将曹端飞王宁贫 一同在宫中 凌迟除死 并牵连二人 足数十余人 嘉靖倒是大难不死 没多久就醒了过来 知道曹端飞被芳皇后借口杀死 她也发作不得 使得让沈贵妃收养了她的两个女儿 可经过曹端飞之死 后宫中哪个不畏惧芳皇后呢 尤其是宫变之后 嘉靖皇帝打死不敢在紫禁城住了 丢下了后宫的嫔妃 一个人搬去了西院居住 这后宫中啊 就彻底成了芳皇后一个人的天下 她自然想要斩草除根 将曹端飞留下的两个孽种 一并干掉了 沈贵妃虽然当时地位啊 紧在皇后之下 却也不敢将她姐俩养在身边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她俩送到白云罐中 请自己的兄长代为抚养 沈贵妃的兄长便是沈关主 她无奈地接下了这两个烫手的山芋 将姐妹俩安置在这北园之中 蜿蜒的石林小镜中 宁安长公主既像是讲给柳尚公听的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道 几年后 相依为命的姐姐也去世了 就留下本宫一个人 孤苦伶仃地生长在这北园之中 年复一年 无人问津 那些日子 殿下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刘尚公是方皇后死后 才被派到宁安的身边来的 她知道宁安的过往 却还是头一次听她讲得这么细 不禁掏出帕子抹泪 春天到了 我就种花栽树 别看我这样 我园子里的花树 有一小半都是本宫栽活的 宁安公主悠悠地说着 目光却是定格在前头一座石山下 那年春天 就在那里 我遇上了她 说完她便不由自主地绕过结冰的湖面 来到那座石山下的八角亭前 这小棚来 东西北三原当中 各建有人造石山一座 象征道教三神山 这北原石山下 设有着一亭 明幻御仙亭 内有八仙过海的精美壁画 廊柱上还挂着两幅银帘 一个是乘风赶浪 驾飞舟 各显神通 下海游 另一个是 借问八仙何处去 笑声同达 上营州 宁安长公主 定定地望着那些壁画和营帘 不知怎的 就躺下泪来 柳上公唯恐长公主太难过 伤了身子 赶忙跟了上来好生劝慰 这才把流泪不止的长公主给劝走 待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石林当中 那御仙亭的狼柱后 忽然传来一声嘀嘀的呼唤 宁安 赵守正满脸泪水地显出了身形 他的手里 紧紧攥着块半圆形的玉佩 刻在玉佩上的那两个小传 正是 宁安二字 赵守正 今日前来小鹏来平调的 正是埋葬在这 北园中的那段 刻骨铭心的初恋 他眼笛子 本来就浅 方才见长公主哭得梨花待雨 也在藏身之处 跟着抹泪开了 赵守正忍不住 就要显出身形 像当年那样 给他擦掉眼泪 两脚却生根式地定在了那儿 丝毫挪动不得 因为他必须要考虑 这样做的后果 赵守正知道 本朝虽然适风日下 富得沦丧 但对于公主的 明节方面的要求 还是极高的 当年那个他安慰过的小女孩 如今已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 而且还是双居的长公主 如果让人看到 他竟然和别的男人私下优惠 宁安可就轻易进回了 另一方面 经过这一年的摔打 赵守正已经不是那个 不管不顾的书呆子了 他知道自己不再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他还是父亲的儿子 是儿子的父亲 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任性 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让父亲和儿子失望 见面又能如何呢 徒增烦恼而已 还不如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平静的日子 这样对两人都好 可正确的选择带来的 往往都是痛苦的 赵守正此刻就感觉 自己快要被满腔的难过和失落给窒息了 宁安回来 咱们聊聊呗 他又在御仙庭中等了好久 约摸着长公主应该已经摆驾回宫了 这才小心翼翼地摸出北原来 躲在了回廊远眺月亮门 见守门的锦衣卫果然撤走 赵守正终于放下心来 赶紧逃也似的离开了白云观 白云观外 一众童年都是快急得疯了 好容易等到了公主遗仗离开 就要进去寻找兄长 却见赵守正从山门出来了 众人悬着的心终于回落肚中 忙是快步围笼上来 看到一众童年 赵守正嘴角一阵地抽搐 不知该如何解释 老爷装瘸吧 方文忽然现身扶住他 就说拉到胯了 找地方歇了会儿 你小子够贼 赵守正文言大喜 玄机却是心霞一紧 看着方文道 方才你都看到了 小人啥都没看见 小人也是刚找到老爷 对少爷也这样说 对谁都这样说 好孩子 第189章 明月何角角 内乡间 宁安的遗仗浩浩荡荡 朝着位于石王府街的长公主府 一离而行 凤叫上 宁安长公主痴痴地看着 自己赛雪七霜的掌心 那里静静躺着一块半圆形的鱼配 材质和造型 都与赵守正的那枚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 长公主这枚圣头 刻的是守正二字 看着看着 宁安长公主不由想起 赵守正曾给自己 赢过那首老苏的词 墙里千秋 墙外刀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笑声不闻 声剑敲 多情却被无情恼 多情却被无情恼 宁安又情不自禁地流下泪了 赵狼 十六年了 你肯定把宁安都忘了吧 不知不觉 仪仗到了石王府街 太监们直接将凤轿抬进了气象堂皇的长公主府 听到柳上公喊了落轿 宁安忙是将玉佩收入了袖中 然后用帕子擦擦眼角 深深吸一口气 将自己调整回了堂堂长公主的状态 等他踩着脚踏下轿 娘 娘 你看 她就是这样 要不是她坚持 我才不出来呢 李明月也就是十三四岁的年纪 但身量已经长开了 比宁安长公主还要略微高一些 她生着一张精致地刮在着脸 又跟着宁安一样的单缝眼 还有挺翘小巧的鼻子 仿佛总带着笑意的红红嘴唇 再配上一双又细又长 略略上挑的英气眉 这将来一定是一个颠倒众生的大美人 老天爷不知道她身上费了多少心思 可她似乎并不领这份情 只见她头上戴着黑纱网巾 身上穿着窄袖紧身的月白色夜仨 脚下踏着一双长筒的陆皮靴 仿佛随时准备着上马去打猎一般 你要是有人家小精一半懂事 娘就能多活十年 宁安揪着女儿扎在头顶发迹 数罗道 女孩子家家的 整天跟个假小子似的 我看你将来怎么嫁人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李明月挣扎着逃脱母亲的魔掌 闪身躲到那个女伴身后 朝着宁安伴着鬼脸道 对 为什么要嫁人 我才不嫁呢 我一直在家陪着娘还不好呀 你说什么混话 长公主闻言大怒 李明月却拉着小精的手 先一步跑掉了 唉 这死丫头 长公主一阵哭笑不得 在柳尚公的搀扶下 一边往暖阁走 一边问道 春呢 怎么没看到她 柳尚公便将问寻的目光 投向了看家的女官 那女官忙禀报道 徐公子办了文会 请小决业过去参加 临走前小决业说 晚了就不回来打扰殿下 直接住东府了 大明的公主驸马 是不住在一起的 公主住在石王府街的公主府 驸马则是在别处另次宅地 宁安的驸马李和去世后 嘉靖并未收回次宅 龙庆更是严明 待他的儿子李承恩成年封绝后 便直接将驸马府改为伯爵府 因其方位在长公主府东边 示意宫人们以东府相称 什么文会 骗猴子的 宁安气得咬牙道 肯定有喝得醉醺醺的 才不敢回来住的 说完她一跺脚道 这两个祸 就没一个省心的东西 柳尚公等人 总不能够跟着长公主 骂他的儿女啊 只好缩着脖子 全当没听见 内乡间 李明月拉着叫小精的女孩 回了自己的秀楼 说是秀楼啊 却没有女孩子 房间中常见的女工刺绣 花花草草之类的 取而代之的 是挂在墙上的长短猎弓 摆在脊上的各式溜冰鞋 还有一幅尚未完工的滑雪板 进屋后 李明月便是继续坐在炉前 继续仔细地侍奉起自己的滑雪板 小精则坐在暖笼旁 拿起自己的书 继续安安静静读了起来 小精你知道 这滑雪板上用的是牛皮还是羊皮吗 李明月不光是声型好动 连嘴巴也掀不住 小精确实可以安安静静 移坐一整天的性子 这两人一个好动一个喜惊 却能够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这真是一桩艺术了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呀 李明月追问之下 小精只好将视线从书本移开 无奈道 我不知道呢 告诉你吧 牛羊皮的毛都嫌太细太软 都不好用 这滑雪板上用的是马皮 而且是成年马腿外侧的皮毛 李明月好容易逮到一个当老师的机会 翻过了一片长长的滑雪板 向小精展示道 你看 这块皮上的毛 是顺着一个方向长的 这样往下滑的时候顺着毛 可减少阻力 上坡时则逆毛 可以抓紧雪面防止滑倒 哦 好厉害呢 小精笑着割下书 满脸崇拜的 多谢指教 我可以继续看书了吧 货书有什么好看的 翻来覆去的看不完 我都后悔送这本书给你了 你不看怎么知道 罪是人间留不住 诸言辞净花辞树 这样的句子不美吗 嗯 酸丢丢的 一听就不是好人写的 怎么不是好人写的 小精有些急了 拿起那本书来 正是金陵书局刊行的 初见集 他小脸啊 写满了严肃 忙替诗人争辩道 你看这首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是幽国幽民的君子 是不会写出来的 好好好 算我说错了 明天请你去西山滑雪赔罪 如何 你这是赔罪吗 分明是找人陪你滑雪 差不多都一样吧 下面送来的滑雪板 还有几幅 你挑一幅 我帮你穿绳 保证合脚 我爹可不会答应的 你骗他就是了 我也只是跟我娘说 明天去南海子打猎 要说是去山里滑雪 他也不能答应 我可不敢骗我父亲 提起自己的父亲 张小精又是崇拜 又是畏惧 摇摇头道 他一眼就能看出我在撒谎 嗯 可怜的孩子呀 那你就在家 好好的 珠颜瓷镜花瓷树 我明天滑雪去了 说到后半句 他又忍不住 神采飞扬起来 第190章 跑得了师父 跑不了徒弟 赵锦宅西院 赵浩和海瑞 又辩论了一整天 这一天呢 两人从汉儒的天到天意 论说起 这话题呢 要比昨日深入大胆许多 海瑞认为 皇帝统治国家 乃是寿命于天 即使王者成天意 以从事 故而出现明君 会风调雨顺 海燕和清 出现昏君 则水汗黄灾 地震日时 赵浩却断然道 天行又长 不为遥存 不为结王 天道 就是寒来蜀网 日升月落 就是春戎秋枯 朝涨朝落 就是自然的运行 而非是有人格的神灵 哪能对人间赏功罚祸呢 所谓功者自功 祸者自祸 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 由不得天 也怨不得地 顿了顿 赵浩又大胆地揭露道 汉儒将天道拟人化 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权者 鼓吹君权神兽罢了 但春秋中 孔子对所有的日时月时等天变 都有明确记载 并且暗示甚至是明示 这与人间君王的德性有关 又回到昨天的话题了 那是孔子用来吓唬诸侯的说法 然后被无耻的汉儒 捏造附会成神神鬼鬼的天人感应 好像贴上有神仙 在看着人间似的 这些人呢 看似是让儒家独大 实则是孔门的叛徒 别忘了 夫子可是极谨慎的 他感到天意高难测 却弄不清楚 其到底和人间有没有关系 所以便选择了部署 即是子不语 怪力乱神 孔子都不懂得 那你个小孩子 安敢妄言 我虽然只懂一些 但至少 比当今世上所有人 都多懂一些 赵浩淡淡一笑 虽然这话听起来很谦虚 但言外之意却是狂到没边 似乎在这方面 他比孔子懂得还多 两个做记录的学生 不由地连连点头 海瑞却是哑然失笑道 你太狂妄了 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孔圣人的伟大在哲学层面 他并不擅长于自然科学 何况前人栽树后人长梁 后背应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继续向上求索 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两千多年 熟狗知道后世还蜷缩在他阴影下 不敢迈出一步 怕这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 好 两个学生情不自禁地叫起好了 这海瑞却是鼻子都要起歪了 他想说赵浩胡扯 可对方论证严谨有理有据 让他无法反驳 所以才会更生气 可要让海瑞改变他的花钢岩的那个脑袋 接受赵浩的理论 这尤其是直接挑战三纲五常这种 社会伦理的理论 自然也是难于上青天的 于是海瑞奋其反击 他有扎实的理学基础 又极其善于辩论 尤其是三段论运用得极为娴熟 每每从意想不到的角度 将赵浩批驳的体无完肤 险些词穷 好在赵浩有四百年的中外先贤座考山 手里武器极多 还有黑格尔马克思建立的辩证法体系 这每当海瑞脱离逻辑 想要用诡辩反驳的时候 都会被赵浩及时发现并指出 海瑞自然不服 说我不是在诡辩 最多只是白马飞马 白马飞马就是诡辩 赵浩也来了尽头了 当场将白马飞马这个著名的逻辑问题 给海瑞整得个明明白白 还顺手给他科普了什么叫做概念的内涵和外言 以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个命题是主观任意的混淆和玩弄概念的结果 海瑞无言一对了 结果今日前半段两人高手过招 吐起胡落 旁征博引变得是精彩分成 到了后半段 则是赵浩抓住行人上学根子上的弱点 对海瑞的穷追猛打了 等到了天黑时 海瑞彻底哑口无言 但海斗士岂会轻易言掰吗 他愤愤丢下一句话 我还会回来的 说完便拒绝了赵浩的留犯 气冲冲地回去了 等海瑞一走啊 这两个学生使劲地朝着赵浩鼓掌 激动地说道 师父 我们觉得你已经赢了 不过海刚锋可不会承认的 赵浩虚脱了一般 靠在抗背上 有些后知后觉的 我觉得跟他辩论 本身就是个错误 从一开始就不该惹他 学生们感同身受地点点头 这海大人的战斗力报表 且固执几件 任谁和他辩论都要八层皮 所以啊 我这是自找罪说 赵浩挣扎着坐了去了 端起了茶壶 灌了一通胖大海 金银花泡的润喉茶 看看两个徒弟的 明天海大人就该上班去了吧 冬至休暮三日 明儿还有一天呢 不行了不行了 这再变下去 我会挂掉的 不如明天闭门不开 但以海大人的脾气 怕是会亲自敲门的 是啊 而且会一直敲到咱们开门的 话书扬也是身以为然 旁听两天下来 两人都对海瑞的脾气 有所了解了 那我躲出去总成了吧 赵浩哀鸣一声 第二天一早 海瑞果然又来了 华书扬在门口等着他 看到海瑞便客客气气地说道 抱歉海公 家事鸡日出没办事去了 海瑞不由得大事所望 问道 他几十回 这可就说不准了 快的话一两天 这慢的话五六天也是有可能的 这样啊 那本官先回去了 恕不远送了 对了 你是他的学生 海瑞忽然想起了什么事 站住脚回头盯着话书扬 是啊 恒书先来无事 跟你聊聊也一样 你师父的学问太大太杂 思路又太跳 本官年纪大了 有点跟不上 咱们俩的水平应该差不多 哦 华书扬受宠若惊之余 一指旁边的王武扬道 这是我大师兄 跟师父时间最长 学的也最多 海公还是跟他聊吧 那个你们聊着哈 我还得给我师父洗毒壁库呢 然后 他不顾王武扬杀人的目光 转身便要逃走 却是被大师兄一把拉住 然后对海瑞推销道 哎 海公别看我师弟年纪小 懂得可比我多多了 不 他懂得多 他能言善辩 他还会吹销呢 两个人叽叽喳喳地互相欠然 听得海瑞头晕脑胀 索性 一手抓住王武扬 一手抓住画书扬道 那就 一起聊聊呗 说完 海瑞便拉着他们 往自家走去 救命啊 我还要洗衣服呢 活干 饿望 再用 我